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它每一项作品都是独一弯的 咱们维方合调的这个雕刻步骤 第一步是先选核 就是选择咱们想想要雕刻题材 所用的这个桃框 第二步是打胚 在桃框上这儿勾勒出 雕刻出这个你所雕刻的这个大型 也就是布局和造型这一块 第三步是精雕 就是在原来大型的基础上 雕刻出细节 一步步的进步的去完善 把这个人物的面部表情 和一些细部的文理都处理到位 第四步呢就是上游 这样一下过程就要可完成 咱们维方合调取暗于清朝末年 最早呢是从宫廷谈到了咱们维方 当时宫廷一人张大眼把这门手艺呢 带回了他的老家咱们维方的桌城 从此呢这个河调的记忆呢 就在咱们维方呢开始发展起来 清朝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